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写一篇有关于参观面包厂的日记 首先来看这个内容 第一个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去参观这个面包厂 在第二个图这里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面包厂的负责人 他带领这群学生还有老师来进行参观 那第三个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正在参观 他们在观察 然后这个负责人呢 他在进行解说 他在讲解这个面包制作的过程 好,这篇日记呢 我们一共分为四段 开头内容一内容二跟结尾 所以记得把这篇日记写成四段 好,这就是日记的格式 同学们可以写上今天的日期 然后今天是星期二 那天气是晴还是雨还是阴写在这里 然后第一段分段的时候呢 同学们记得一定要先空两个 然后才进行你的第一段的洗写 之后在第二第三跟第四段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开头应该怎么写呢 好,这里你可以写的是 什么时间开始出发去面包厂 什么时间呢 今天早上 那谁带领你和同学们去参观面包厂呢 是谁呢 就是老师啦 那么你们是怎么去面包厂的 成大巴士 那在开头这里呢 你们可以这么说 今天早上 老师 那第一段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第二段 好,第二段这里呢 这所有的资料都要把它写进第二段里面 好,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部分 你和同学们在什么时候到达面包厂 半个小时后 你可以这么说 半个小时后 我们到达面包厂 那谁热情的欢迎你们的到来呢 你可以说是 面包厂的经理 OK 面包厂的经理 热情的欢迎我们的到来 好 那么接着你们做什么呢 你们要排队 跟仔细聆听规则 你可以这么说 首先 我们排队等待进入面包厂 在那之前 我们仔细聆听 面包厂里的规则 那么谁聆听你们 要守纪律和注意安全呢 当然就是老师啦 你可以这么说 老师 叮咛我们要守纪律和注意安全 那么第二段 全部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 好 第三段 要把这所有的资料都写进第三段里面 好 先来看第一部分 工厂的工作人员 怎样让你们了解 面包的制作过程 好 一位大姐姐带我们观看 什么 观看面包的制作过程 这里呢 如果你不清楚 那个大姐姐是谁的话 你可以说 大姐姐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会用经理 这个字的话 可以用面包工厂的经理 带我们参观 面包制作的过程 也可以 好 接下来呢 一旁解说 解说就是讲解 让谁清楚呢 你可以这么说 他就是指这个大姐姐 或者是面包厂的经理 你可以说 他一旁解说 每个制作过程 他一旁解说 每个制作过程 让我们更清楚 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你在面包厂里看到了什么 那你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 还有这个新鲜出炉的面包 好 你可以这么说 我在面包厂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 和新鲜出炉的面包 句号 那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 第三部分 你认为什么最有趣 你觉得什么是最有趣 就特别最好玩的呢 那就是造型面包 你可以这么说 面包厂里 还有各种卡通造型的面包 而我最喜欢 海豚造型的面包 真有趣 那同学们可以参考这个写法 来写出你想表达的东西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海豚造型 你可以换成别的造型的 那么第四部分呢 你们还在面包厂里做什么 品尝就是吃 去尝 香喷喷的什么呢 香喷喷的面包 那你可以这么说 参观后 我们还品尝了香喷喷的面包 新鲜出炉的面包 让我回味无穷 那第三段就完成了 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 一起来做一个结尾 那结尾呢 大家可以写一写 你参观面包厂后 心情如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 然后你参观面包厂后 有什么感想 打开眼界 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受益良多 就是你学到新的知识 那么结尾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么写 参观了面包厂后 不但能够学到面包的制作过程 还能品尝新鲜的面包 真开心 这次的参观 让我大开眼界 并受益良多 那结尾 我们就完成了 同学们加油 你们一定可以的 一起来习写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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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